有幾位不管是國民黨的委員或者親民黨的委員 都有表示對於轉型正義的支持 那麼特別剛剛在我前面的徐一人委員 也提到了德國轉型正義的一個經驗 但是我很遺憾的就是說 在這麼多國民黨籍的委員跟親民黨籍的委員 這麼表示支持這個轉型正義 但在早上卻用這個所謂 不管是程序發言或者是會議詢問的方式 來進行所謂的實質性的一個杯葛 我覺得感到很遺憾 因為如果大家對於整個轉型正義的大方向是接受的 那應該的做法當然就是說 讓這個報告能夠盡快的進行 讓剛剛所謂的要進行公聽會這個提案 早日早點來處理 讓這個委員之間的尋打 能夠直接進入實質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杯葛 但一方面又說我支持轉型正義 這樣子的一種兩面的一種說法跟做法 我覺得應該還要 我特別在這裡對這種做法表示對國民黨的這種譴責跟遺憾 那剛剛許一任委員在問這個秘書長說 這個我們的轉型正義如果相對於這個德國的做法拿到了之後 要做什麼樣的用途 那秘書長說好像在這個條例裡面沒有看到 那秘書長剛剛又提出了一份報告 那麼說了一大堆 但我要請教秘書長 我也請秘書長上來一下 那秘書長請問一下 在我們的草案裡面的第七條 將這個取得的不當黨產 作為推動長期照顧及社會福利政策之用 您在來到立法院之前 您究竟有沒有看過 這一份草案的內容 有看 有看 你是隨便把它晃一晃 然後呢就把它丟在一邊 那不會 那我請問你 那你剛剛回答許一任委員 你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說我們的這個版本裡面沒有提到任何黨產 我沒有說沒有提到黨產 我沒有說沒有 我沒有把剛剛的錄音帶組織稿再重新 再重新回覆一下 我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我剛剛說不當黨產條例已經在另外有 有民進黨有提案去討論的 我覺得應該如果在那邊討論 會更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剛剛許一任委員明明就是問你 說我們的版本裡面有沒有提到 黨產 不當的黨產收回來之後 有沒有學德國的做法 德國的做法說做為振興地方經濟 有的說做為清場政府的債務 有的做其他的用途等等的 問我們說我們的版本有沒有提到做任何的用途 你剛剛明明提到說 你說沒有 我剛剛是說 剛剛怎麼講我忘了 但是我最少我說 另外有黨產不當處理條例 那你去規定會比較清楚 你說我想 腳蛇跟這件事情我不用再繼續下去了 我只是希望說 你在回答任何問題的時候 到立法院來 不要信口開河 我不會信口開河 你明明就是信口開河 沒有 我不承認 那你剛剛為什麼說沒有 那現在到底有沒有 我說另外有黨產條例有規範 在那裡討論會更清楚 我剛剛他是問你 我們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裡面 到底有沒有規範 收回的黨產做什麼用途 你明明就說沒有啊 沒有規範嗎 我們明明就是有規範 也許我沒有聽清楚他的意思 這樣可以吧 秘書 二八事件 到現在為止 你認為真相查清楚 真相 大體上 知道 但是詳細的 詳細的內容 那個 到底多少人死亡 那些當然都可以繼續再查 多少人死亡是一回事 我請問你 二八這麼樣子的一個重大的事件 一個這麼重大的屠殺的事件 對於被害人的人數是一回事 那加害人是誰 我請問你 就你啊 認為大致上查清楚了 那就你的認知 加害人是誰 大方向查清楚 至於加害人 被害人的人數 還必須要繼續再查 我現在問你 被害人的人數是一回事 加害人是誰 就你的認知 你能不能清楚的告訴我 你認為大致上查清楚 加害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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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請 二八事件 處理這個基金會 我沒有請他上來 我就是問你 你知道 或者不知道 你就 你就回答嘛 你說你不知道 我也沒有意見啊 就是當時的 處理二八事件的 政府機關嘛 當時處理二八事件 那個時候的 政府機關 很遠嘛 當然是這樣講啦 那你認為的政府機關 誰要對這件事情附贈 那當然當時是國民政府啊 那當時的政府 國民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要扯這些 要討論 恐怕我們在這個殿堂上 扯不完啦 我對你用扯這兩個 這一個字 我感到很不滿 轉型正義一個這麼嚴肅的事情 你說 我們在追究二八事件的元凶 這件事情 你說我再扯 那我們把它改為講不完 可以嗎 那我們講不完 我們就是要利用 轉型正義 我們並沒有反對說 轉型正義可以有二八事件 這件事情繼續追查 今天的主題是在設置這個條例 我並沒有反對說要繼續追查 真兇真相 你反對追查還是不反對追查 當然不反對啊 沒有聽清楚 當然不反對啊 那你認為要如何進行追查 那就是 所以就是 看哪一個地方不公不義 繼續追查就是大家繼續追查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到底認不認為 這樣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 是有它的充分的必要性 轉型條例要設在行政院 做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是不為難 但有沒有但書 但如果轉型條例要通過 也許必須要做一個通案性的規範會比較恰當 那我不禁再追問你一句啦 你認為 到底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像讓您 檢秘書長知道 228事件的元凶是誰 您有什麼看法 讓這件事情的真相可以隨便 228事件 這件事情 我就請228事件做例子 我想請太多事件 很好 你講這個很好 228事件有定有法律 有228事件基金會在處理 這些都很專業的 包括受害人 被很多的受害人 都已經參與這個基金會 這些持續在追蹤 不是單一個個人說 我在講可以就不可以 但秘書長 你講了一大堆 我剛剛只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228事件的加害者究竟是誰 你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給我一個肯定的答案 當時的政府 但沒有辦法給我一個肯定的答案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就跟我說 又回到了什麼基金會等等 我實在不了解你的意思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黨產 有不當黨產的 不管你對於不當黨產的定義是什麼 或者是你還可以解釋 什麼叫做當與不當 你認為在現今的所有政黨裡面 會有可能涉及不當黨產的 究竟是哪個政黨 目前有關當時國民黨的那些黨產 在監察院調查之前 財政部都已經處理 而且當時也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處理過 照你的看法 國民黨已經沒有任何的不當的黨產需要處理的 我沒有這樣講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子講 那我們現在對於不當黨產的一個處理 到底有沒有它的必要性 已經 貴黨已經提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大家都已經在立法院了 那大家就照法制去走 就現在行政院秘書長 我們沒有反對 我們沒有反對說不能做制定不當黨產 從來我們沒有表達這個意見 那我剛剛也請教了你 當然不是很正面的回答 如果不當黨產的唯一的可能的來源是國民黨 那不當黨產的處理 的確有它的必要性 那如果我們定什麼樣的法律 都會涉及到針對國民黨 那這個不是一個論理是必然嗎 我覺得如果定定不當黨產條例 也不應該說只有國民黨 應該是只要各政黨有不當黨產都應該要處理 那我剛剛第一個才破題問你說 那你認為有不當黨產的 到底除了國民黨以外還有哪個政黨嗎 我不太了解 你不太了解 所以你對不當黨產的定義 你的了解到底它是什麼 不當黨產有一部分經過司法 前一段時間有經過司法判決的 那些都應該可以做一些的認定 我是不是請一下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副署長上來一下 請編副署長 喂你好 我想我們已經就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在內政委員會已經有過尋答了 所以我現在只是在秦林在秘書長的面前 再表達一下 財政部從93年開始進行所謂的不當黨產的追討 到現在為止 你認為對於所有相關國民黨不當取得的這個 不當取得國家財產的這個部分的一個追討 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已經圓滿的完成 我想除了當時清查當時已經移轉第三人 而且被政府徵收的以外 其他的我們都照行政院還有國資會的一些指示事項 要積極處理完成 你們積極處理完成的方式 是不是用訴訟的方式 另外還有協調國民黨用拋棄所有錢的方式 那訴訟的方式 在他的一個過程當中 到底 上次已經問過了 面對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認為在國民黨的追討黨產的部分 有 主要是在那個 接收那個日產戲院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當初行政院決議 是以那個當時還在 國民黨所有權狀態下的五家戲院 提新世界戲院來提起訴訟 但是新世界戲院就是經過三省 確定我們是敗訴的 對 所以就因為其他四家跟這個新世界戲院 我只是這邊重複的 所以就沒有在 我只是這邊重複的在民主黨面前問你一下 你敗訴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因為二層法院 高層法院判決是他說 在訓政時期 那些國民政府最高行政長官 國防委員會 都是屬於有這個處分的權利 也就是說 訓政時期 國民黨下的 什麼委員會 國防委員會 對 國防最高委員會 他們做一個轉帳波用 取得所有的國有土地 再從訓政的時期 進入到戒嚴時期 來到解嚴時期 這個財產就當然的變成國民黨 這一個所謂的政治團體所有 像這樣子的一種所謂的轉帳波用 程序完備 如果我們不透過一個特別的條例 來把它規範 請問民家秘書長 我們要如何去拿回來 那時候是依照法院判決決 過去是依照法院判決 或者是協商 那現在貴黨已經提出一個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如果 能夠透過法律來處理 我認為是更好 好 謝謝 謝謝顧委員 謝謝兩位 接下來請油美女委員 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請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有事可以請我們的簡秘書長 請秘書長 還有檔案局的 謝謝